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到九节 耶稣叫齐了十二个门徒 给他们能力 权柄 制服一切的鬼 医治各样的病 又差遣他们去宣传神国的道 医治病人 对他们说 行路的时候不要带拐杖和口袋 不要带食物和银子 也不要带两件挂子 无论进哪一家 就住在那里 也从那里起行 凡不接待你们的 你们离开那城的时候 要把脚上的尘土坐下去 见证他们的不是 门徒就出去 走遍各乡宣传福音 到处治病 分疯的王 西吕听见耶稣所做的一切事 就犹疑不定 因为有人说 是约翰从死里复活 又有人说 是以利亚显现 还有人说 是古时的一个先知又活了 西吕说 约翰我已经斩了 这却是什么人 我竟听见他这样的事呢 就想要见他 今天我们QT的经文 是路加福音第九章 一到九节 圣经告诉我们 耶稣叫齐了十二个门徒 给他们权柄能力 可以赶住乌鬼 可以医治各样的病 并且差遣他们 去宣传神国的道 医治病人 今天我们呼求圣灵 也来充满我们 主把这样子的权柄和能力 不只给了当时的门徒 同时 当耶稣死里复活的时候 已经把这权柄 也赏赐给了他的教会 今天作为神的儿女 我们每一个人 也可以向主 来支取这样子的权柄和能力 求神开启我们的眼目 让我们看见 在我们周围 有这么多的人 他们需要得到医治 他们需要得到释放 当我们自己本身 经历神 借着他的道 借着圣灵的工作 在我们身上 来医治 来释放我们的生命 我们得偿 这丰盛美好的恩典 神说我们不可以屠受恩典 我们白白得来 我们也当白白舍去 所以2017年 愿我们每一位都能够立定心志 我们要去传福音 求主差遣我们去传福音 让我们不只是在这里享受神给我们的恩典 每一天我们欢喜快乐 更是渴望我们领受神的差遣 去成为他的见证人 愿神的灵恩高我们 充满我们 在今天 就是让我们有这样子的机会 为他成为见证人 圣经告诉我们 当耶稣打发门徒出去的时候 特别吩咐他们 不要多带这些的食物 不要多带这些的银子 甚至于所需用的这些的衣服拐杖口袋等等 为什么呢 因为神 祂是我们的牧者 祂是差遣我们的主 祂会为一切的需要负责任 所以主告诉我们 不要担心 不要挂虑 神在前面开道路 神预备那个承受救恩的人 当他们愿意接待我们 平安就会临到那个家 这里面告诉我们 如果有人不接待 圣经说 就是把脚上的尘土多下去 也要见证他们的不是 让我们知道 我们是天国的使者 我们带着主给我们的权柄和能力 让我们不要惧怕 出去传扬福音 进到我们的职场 进到我们的社区 在我们的家族 在我们的朋友当中 让我们勇敢 为主 做见证 在今天的经文 特别提到一件事情 就是当门徒到处传福音 医病 行神机的时候 这样子的消息 传到了分封的王 西律的耳中 造成西律的心 犹疑不定 为什么呢 因为他做了一件不该做的事 就是把施洗约翰斩了 当他听见门徒所行这些神迹的时候 他就担心 他就心里面害怕 心里想 难道是施洗约翰又复活了吗 难道是伊利亚显现吗 或是古时的一个先知 这位分封的王西律 虽然他有权柄 有地位 但是他的内心 却没有平安 我们在这里 看见福音奇妙的果效发生了 对于政治人物 对于在政治上握有权柄的人 福音产生了影响力 西律王 虽然他是一个分封的王 但是他心里面想 耶稣这位奇妙的人 到底他是谁 他想要见耶稣 因为门徒所行的 叫耶稣的名 显为大 甚至于连分封的王 内心都被动摇 他曾经将一个义人 施洗约翰斩了 他自己内心有亏欠 他心里面不安 所以他犹疑不定 今天我们要祷告 让福音的影响力 在我们的社会 在我们的政治 在我们国家 各个层面 能够产生真实的影响力 让福音的真实的全能彰显 叫那些作恶的 幸福音的心里面恐惧 来寻找主 来降福于主 愿我的主 我的神 他的名 在台湾 在全地 被高举 吸引人 来归向他 我们一起来祷告 亲爱的天父 我们从今天的经文 得到鼓励 就是当十二个门徒 接受主的差遣 带着主所赐的权柄能力 勇敢地走出去 宣传福音 神国的道 所道之地 神的全能 见证耶稣的名 是超乎万有 我们看见 医病的神迹 赶鬼 各样的神迹 启示 叫人的心 能够知道 有一位又真又活的神 亲爱的父神 求你今天 透过这样子的话语 也鼓励我们 今天的教会 我们同样被赋予 相同 主的名所赐的权柄和能力 只要我们愿意 勇敢地跨出去 披带着基督 凡我们所到之地 我们相信 必有神迹 要随着 见证神的道 主啊愿你的道 被高举 吸引万人来归向你 甚至于在我们的国家社会 政治各个层面 能够带出真实的影响力 让人的心 降服于你 知道真的 有神 让人的心 敬畏你 愿主的名 在我们台湾 在台湾的各个层面 能够因着神的儿女 勇敢地做见证 勇敢地宣传 主的福音 愿主的名 因此得着 当得的荣耀 谢谢你 听我们的祷告 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们 音乐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